这个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之所以能够在此时此刻达成的话 当然有远的因素也有近的因素 远的因素的话是15年来 这个东盟国家都希望说与中国能够签订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那这十多年来谈判都非常非常的挫折 那之所以说最后谈出一个所谓的行为准则的一个框架协议 而不是协议本身而且不具约束力的话 这可以说是在中国在外交上的一项的让步 在东盟国家看起来是一项让步 但是就是因为它是没有约束力 而且不是协议本身 而且无法挽回中国在这个海域的造岛的 这个所谓的reality on the ground 事实上就在地面上的这个事实的话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胜利 但是此时此刻之所以产生的话 显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 这个外交要谈判的话 能不能成功的话 其实是在中共领导人一年之间